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它充分的溶解 变成淡淡的黄色 再来 加入食用色鼠 黄色五号 一样搅拌它 让它溶解 直到颜色变成鲜艳的橘子色为止 第三步 加入甜橙香精 目的是为了要让本来无味的清水 散发出橘子的香味 第四步 要加入三匙的柠檬酸 让它产生橘子酸酸的口感 最后 加入小苏打粉 小苏打的用处 是为了让它发泡 才可以制造出清凉好喝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所买的橘子汽水 基本的调配方法 你了解了吗 可乐的配方 这些是可乐里的人工配方 里面包含有 食用焦糖色素 三片磷酸那 可乐香精 柠檬酸 小苏打粉 调配开始 首先 先加入焦糖色素 这是为了制造出我们常见的可乐的颜色 然后加入三片磷酸那 加重容易的口味 第三步 加入可乐香精 这样才有可乐的香味 第四步 要加入三尺的柠檬酸搅拌 增加可乐的口感 最后加入小苏打 让它产生气泡 就变成我们曾经喝过的可乐了 这样 你了解了吗 小朋友 原来我们喝的橘子汽水 和可乐 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你有什么想法呢 和大家讨论一下吧 有什么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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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